半军孝千里 终有伤别时啊 上周五 由于康熙来了 两位当家主持相继宣布退出 一时间 这个陪伴大家12年的综艺节目 瞬间沦为了小伙伴心中的回忆 事后一众得知此消息的网友是先经后悲啊 就连不少圈内人士也一直不想接受这个事实 并纷纷喊话他们不要走太远 不过对于蔡康永与小S来说呀 他们急流勇退 不仅是伤感情 而且是更伤钱 日前有消遇称 二人辞职后 他们的月收入将骤减 消息指出 小S在主持康熙的12年里 共获得主持费7500万人民币 如果换算成月薪的话 那么小S离开后 他将每月痛失52万元的收入 对此众网友是看法不一 一部分人觉得他们太任性 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 若是放野内地娱乐业 他们的主持费也就just a so so了 自从春晚官方宣布 吕玉涛被选为16年春晚总导演后啊 这位史上最年轻的春晚掌舵手就备受大家关注 最了解 为了此次的春晚脱胎换骨 这位青年导演更是比往年提前一个月 开始了春晚的筹备工作 此外 早前吕玉涛还透露 今年的春晚筹备工作将采用开放式 海纳百双各类优秀民间节目 甚至还包括海外华侨的优秀作品 而就在近日 吕玉涛也通过微博 向大家征求对春晚的意见 并借此致敬历届掌烧春晚的前辈 不过 值得注意的是啊 在微博下方 吕玉涛还贴出了三张范冰冰迎新的照片 照片中 一台恶努的范冰冰包饺子贴穿花 净显中国平常百姓家的年味 可谓十分接地气 时候不少网友纷纷猜测啊 这难道是在暗示范冰冰要上春晚吗 自从我们的baby与黄晓明大婚后啊 没来的极度蜜月的她 便是非不断 即前些天baby主动赴医院检查面部 澄清整容疑孕后 近日网上又有报道称 baby身陷追债风波 该消息透露 baby香港经纪公司的前股东惨遭追债 并且由于此前她私用公司资金 致使baby也深受牵连 对此有网友猜测称啊 难怪baby蜜月没度就去路跑南了 原来是忙着赚钱还债 不过就在前天啊 baby的经纪人回应到 baby早就辞掉了公司董事的职务 而该股东也没有调动过公司的资金 她的私事从来没有影响公司 时候不少网友纷纷松了口气啊 并打去称 最近baby怎么频频昭黑啊 难道是太天生励志遭嫉妒吗 强者知识而后涌 弱者遇难而后退 近日有消息称 台湾知名经纪人孙德荣吸毒被抓 该消息一出是顿时震撼演艺圈 就了解孙德荣曾经捧红过 罗志祥 欧蒂等众多台湾艺人 而此次他在内湖的家中被捕 并承认吸毒 最后他次日发表声明 对吸毒一事做出回应 孙德荣表示 自己两年前得了膀胱癌第三期 经历了两次大手术 及连续三个月的化疗和放疗 可事后治疗结果不尽人意 最终致使其摘除整个下体 并用50公分的大肠做人工膀胱 才保住了性命 除此之外 声明还指出 这些年孙德荣深受疼痛摧残 而吸食毒品 也是为了减缓身心上的疼痛 在声明最后 孙德荣对曾支持过的各界人士 深表歉意 并对自己的错误之举悔不当初 半军孝千里 终有伤别时啊 上周五由于康熙来了 两位当家主持相继宣布退出 一时间这个陪伴大家12年的综艺节目 瞬间沦为了小伙伴心中的回忆 事后一众得知此消息的网友 是先经后悲呀 就连不少圈内人士 也一直不想接受这个事实 并纷纷喊话他们不要走太远 不过对于蔡康永与小S来说呀 他们急流勇退 不仅是伤感情 而且是更伤钱 日前有消遇称 二人辞职后 他们的月收入将骤减 消遇指出 小S在主持康熙的12年里 共获得主持费7500万人民币 如果换算成月薪的话 那么小S离开后 他将每月痛失52万元的收入 对此众网友是看法不一 一部分人觉得他们太任性 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 若是放野内地娱乐业 他们的主持费也就just a so so了 自从春晚官方宣布 吕玉涛被选为16年春晚总导演后 这位史上最年轻的春晚掌舵手 就备受大家关注 最了解 为了此次的春晚脱胎换骨 这位青年导演 更是比往年提前一个月 开始了春晚的筹备工作 此外 早前吕玉涛还透露 今年的春晚筹备工作 将采用开放式 海纳摆穿各类优秀民间节目 甚至还包括海外华侨的优秀作品 而就在近日 吕玉涛也通过微博 向大家征求对春晚的意见 并借此致敬 历届掌烧春晚的前辈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在微博下方 吕玉涛还贴出了 三张范冰冰迎新的照片 照片中 一台恶努的范冰冰包饺子 贴穿花 净显中国平常百姓家的年味 可谓十分接地气 时候不少网友纷纷猜测 这难道是在暗示 范冰冰要上春晚吗 自从我们的baby与黄晓明大婚后 没来的极度蜜月的她 便是非不断 即前些天baby主动赴医院 检查面部 澄清整容疑云后 今日网上又有报道称 baby身陷追债风波 该消息透露 baby香港经纪公司的前股东 惨遭追债 并且由于此前她私用公司资金 致使baby也深受牵连 原来是忙着赚钱还债 不过就在前天 baby的经纪人回应到 baby早就辞掉了公司董事的职务 而该股东也没有调动过公司的资金 她的私事从来没有影响公司 事后不少网友纷纷松了口气 并打趣称 最近baby怎么频频昭黑 难道是太天生励志遭嫉妒吗 强者知识而后勇 弱者遇难而后颓 今日有消息称 台湾知名经纪人孙德荣吸毒被抓 该消息一出是顿时震撼演艺圈 就了解孙德荣曾经捧红过 罗志祥 欧帝等众多台湾艺人 而此次他在内湖的家中被捕 并承认吸毒 最后他次日发表声明 对吸毒仪式做出回应 孙德荣表示 自己两年前得了膀胱癌第三期 经历了两次大手术 及连续三个月的化疗和放疗 可时候治疗结果不尽人意 最终致使其摘除整个下体 并用50公分的大肠做人工膀胱 才保住了性命 除此之外 声明还指出 这些年孙德荣深受疼痛摧残 而吸食毒品 也是为了减缓身心上的疼痛 在声明最后 孙德荣对曾支持过的 各界人士深表歉意 并对自己的错误之举 悔不当初